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中该案被提上法庭 那么案件花了四年的时间 就像现在的新冠肺炎疫情一样 那四年对我来说是个艰难而压力非常重的时间 但是感谢主从案件的开始一直到结束 我一直感觉到神的爱和全能 一切伴随着我 在这个过程中上帝给了我这段经文 这是从基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第十六至十八节 要常常喜乐 不住地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 我们可以常常的喜乐 可是并不是由于情况的原因 反而我们任何情况下都能喜乐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对吗 我还发现到不住的祷告 并不是描述一切一直跪在地上祷告 而是描述我们知道 我们神的子民知道 上帝始终是在我们的心中 每当有威胁要克服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从心中求告 因此呢 在任何情况下呢 我们都可以凡事谢恩 在耶利米苏第十七章中有两个隐喻 一个是沙漠中的灌木 另外一个是一棵树 栽种在水边 那么树根深进河里 炎热来到的时候 它并不怕 树叶仍然繁茂 在干寒的年呢 它也不担心 并且不断地结果子 那么这棵树对情况的反应呢 其实是代表 依靠耶和华的子民 对情况的反应 在生活中 我们经常不能改变情况 对吗 我们也不能改变 高温或者干寒 但是我们可以改变 对情况的反应 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 必须像耶利米苏 十七章里面的 那个绿树一样 一样做出这个反应 因为我们像这棵树 我们的根基 是耶稣基督 我们被固定在祂里面 并被不断流动的圣灵所谓 我是连安 在这个新冠肺炎的时间呢 我愿你们恩惠 平安从我们的父神 并主耶稣基督 归于你们 阿们 阿们 我愿意不断流动的圣灵